香Q白飯當地鋪上一層肉鬆 再加上鹹香的酸菜跟菜豹 最後加上整顆飯糰的靈魂油條 這平價的傳統飯糰好吃又方便 山滿族跟學生都愛吃 但高雄鳳山這間飯糰店 卻遭人檢舉踢爆 長期把整齊樓 甚至還把煮東西的油汙倒水溝 事發就在高雄鳳山的青年路一段 楊先生說他多次跟警方檢舉 這家飯糰除了佔用棋樓亂倒油汙 烹調作業甚至跟食材 都放在人來人往的棋樓 讓他覺得相當不衛生 更指控下區警方檢舉 遠景動作慢半拍 人家每天在那邊鬧了 也不知道哪時候 在現場煮豆漬機 然後在那裡喝 沒有啦 都要用好 人家來就會快點 你拿給人了 還有怎麼煮 店家喊冤說對方三番兩次 無故檢舉 檢舉 衛生局都有來 勸導單罰單通通收過了 我們實際看人行到了水溝蓋 只有普通的鏽石痕跡 也沒看到明顯油汙 附近店家也幫他們喊冤 只要他一開就有人選舉 針對他們的就是 每天就是打 沒有看到人在打 是又打不是又打 下區警方也秀出密錄氣 證實他們都有一通報上門 沒有帶墮 而衛生局則說有人檢舉 還是會賽斯機查 東四新聞孟家榮 在高雄報導